黃毓民議員,接著是馬鳳國議員 黎同國,你即是任滿之後一定有政協委員做,或者人大代表 因為你現在說話跟共產黨的說法沒有分別 不過我也免得跟你爭論四分鐘時間 過去這兩年,我經常有機會在議會上說 引用上書其中一句說話 時日鶴喪,如及如皆亡 毛主席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亦沒有無緣無故的狠 你現在到一面倒去譴責暴力,我覺得沒問題 有法律的嘛 你亂拘捕人,那不就等法庭裁決 暴動暴亂 歷史永遠是勝利者寫的,我是讀歷史的人 在上一世紀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共產黨在全中國掀起這個暴動、叛亂 到他寫歷史的時候 兩湖秋收暴動就變成了兩湖秋收起義 湖南暴動就變成了湖南起義 一樣是殺人放火,傷及無辜 死的都是平民 我告訴你,後來這叫做革命 歷史 就是勝利者寫的 你現在好像勝利,但不是真的叫做勝利 後患無窮 你現在不去想想 第一,熟令自知 為何會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 那些年輕人,這種所謂的蛙辯 究竟是甚麼原因 然後你就說人家轉移視線 我告訴你和我 在這個時空間裏面都是很虛幻的 你都會死,我都會死 現在的政府 是跟一代人對抗 跟九十後千禧後對抗 很清楚的,你現在抓那些 是不是爛仔呀 是不是黑社會呀 無業 無業都是大學畢業之後無業的學生 拉入警局找五十多個小時 拳打腳踢 你不說 你的舊上司 說禽獸不如 這句話可以形容那些執法的 警務人員部分 一樣壓著落地下 拳如雨下 不斷棍吐 我親眼都見過不知多少次 我告訴你,王國 我都不會和你辯論這些 有法律的嘛,局長 對不對 今天在這個議會裏面 那些建制派的議員 他們說的話 根本就是一個稿 大家可以分開來讀的都可以 我告訴你 我也不會覺得奇怪 任何人都有權譴責暴力 唯一就是工聯會 他們沒有資格 1967年 殺死十幾個警察 殺死十幾個平民 無辜的 即是那些 很簡單 有一對子弟在北角新江戲院 我們的同行林班被燒死 誰做的 蛤 你有甚麼資格譴責暴力 不知羞恥 那句不是暴動 是不是 喂 早幾天 最近大家上網可以看到一個片段 就是曾鈺成和我做龍門診的時候 現在說二十三年前 和司徒說 一個已經遷古了 OK 說甚麼 曾主席說 六七年的暴動 是因為管治出問題 是不是 如果大家安居樂業 要亂都亂不起來 今時今日曾主席回答記者就說 不要經常用官逼民反作為你搞暴力的藉口 喂 因為你時空不同 同一個人都搬龍門 只有小弟一意貫之 當時我說 爭取民主抗爭是唯一可以解決這個社會 所謂不安定的 最好的一個辦法 是嗎 我們沒有變成的 所以你的政府如果不去思考一下 尤其是現在你看一下 八大學生會 八大的學生會 聲明 全部都站在抗爭者那裏 我要說 面對極權 我們其次鮮明 義務反顧 兼敵不宜 站在抗爭者那裏